主席,我發言支持2023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今次的修例主要是完善現在的法例加強對野生動物的保護 將禁止位置野生動物的規定擴展至涵蓋野甲 並大幅提高相關的罰則 設定非法位置的定額罰款為5000元 最高刑罰提高至10萬元和監禁一年 這些修訂都是十分必要及時的 首先將禁止位置野生動物的罪行統一納入第170章 適用於全港有助理順法例 亦是消除一些執法的盲點 讓執法人員可以在各區採取一致的行動打擊非法位置 亦是提高了執法效率和公眾的認知 其次我亦是支持將禁位規定擴展至野甲 近年野甲問題很嚴重 位置的導致數量亦是失控 影響環境衛生 革訓亦構成了健康的風險 禁止位置野甲不但有利於城市衛生 亦可以減少建築物的維修成本 更有助於維護生態的平衡 第三 大幅提高罰則是可以有一個阻嚇之後 設10萬元的罰款和監禁 亦彰顯了政府打擊位置野生動物的決心 5000元的定額罰款亦有一個執法的彈性 對於輕微的個案可以先給一個罰款的通知書 旅犯者可以給重判 這個靈活的罰則是有效打擊各類型的非法位置行為 有關於條例草案亦擴大了執法人員的類別 並定定額外執法權力 亦可改善實際的執法操作 除了警務人員和餘護署人員之外 修例亦擴大執法人員 對於安全執法人員的範圍 可以提升了執法的靈活性和效率 及時去制止各種位置行為 這個跨部門合作方式亦值得肯定 亦是發揮到政府整體的力量 更全面地打擊非法位置 修例亦是增加了執法人員對守證的權力 可以提高睽政的能力 提升檢控的成功率 我建議當局應該考慮引入人工智能的閉路電視系統 加強執法守證 人工智能的視頻分析系統 利用機器視覺和深度學習算法 智能化分析監控畫面 準確識別出違規的位置行為 自動記錄違規的畫面作證據 系統識別到違規的行為後 亦可即時通知執法人員到場處理 大大地提高了執法效率 人工智能的監控系統 作為了創新執法的科技 將有力地支援執法人員的日常巡查 亦提供檢控成功率 亦更好地保護野生動物 所以政府應該積極地考慮引入這些創新科技 與時俱進 以智能的手段去強化執法 更有效地應對日益繁複的違法位置問題 就於搜證方面 政府在會中也有明確指出 如果接獲在私人地方非法位置的舉報 執法人員會展開調查取證 亦會在必要時要求物管處協助 與屋苑的管理相討之後 可以在適當地點安裝監察洩錄機搜證 亦可以向裁判官申請搜查令進入搜查 我這裏有兩張圖 亦都是在私人屋苑裏面 有些人將一些廚餘、蟹腳和食物放在自己的窗台上 亦都看到野鴿真的悠遊在吃東西站著看 我們看到這也是十分的滋擾 我這幅比較大 十分的滋擾 尤其是對於附近居住的鄰居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而這幅也是新民黨的區議員黃宇晴給我的 所以我們認為 他的問題是 報了是沒有人來的 因為政府說 私人屋、私人地方 我們來不了執法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此提出 政府如果是私人屋苑都會積極執法 全面不受位置地點限制 全面打擊非法位置行為 最後跟其他員一樣 政府都應該是加大公眾教育宣傳力度 通過多渠道灌輸 保護野生動物和生態環境的觀念 提高全民保育的意識 形成了社會的共識 從根本壓制非法位置 在學校教育上加強和民間組織合作 組織考察活動 培養市民愛護野生動物的責任感 主席本人僅次發言 支持今次條例重案